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它的皮肤很差 例如它有湿疹 它划損了 或者它本身有皮肤疾病或蓝额皮线很近 做手的伤口 那类病人我们就要特别提醒它 第一我们建议病人千万不要塗一些东西进去伤口 因为会容易导致它有发炎或敏感的情况 另外就是说我们都会观察它的伤口 可能述口之后我们隔几天会和它洗一次伤口 那就看回它的伤口的情况 如果是有一些轻微感染的情况 有时可能它伏食的抗生素可能会长一点 另外就是说我们是鼓励病人动动的 因为病人如果不动动 尤其是在屈曲伸直那一部分 它的伤口如果是一直都没动过 其实它有黏黏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一点 那就会导致它翌日的伏腔更加困难 另外就是如果病人有一些有因是导致它容易有感染 例如另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 如果它有糖尿病 我们都要建议病人你的血糖要控制得比较好一点 否则会容易导致你有伤口感染的情况出现 另外一些本身的染疫力相对比较低的 例如长期腎病 又或者它长期进食内部醇 这类病人我们都要提醒它 它的伤口是相对容易感染 所以减少碰撞 或者有时最重要是不要湿水 如果湿了水 伤口就容易会有感染 在西医角度 我们没有一个饮食是会令到伤口会快些复免 但是如果 譬如说那个病人 我刚才有说 如果他对某些食物容易有敏感 而导致皮肤会出疹 那我们就极度建议病人千万不要在那个时间吃 我们担心如果那个伤口已经开了 而它同时之间又有伤口 其实我们做手术之前都会和病人说 始终没有手术是零风险 亦是零效为症 正如我刚才说 但是如果人工关节的寿命 其实现在相对都比较好 但是也有药肝部分的人 是会提早需要翻造 或者会失效的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它磨蝎了 我们刚才说中间的一个胶去磨蝎的情况 因为始终大部分的人工关节 在现今世代 它都不是设计给你做一些很高强度的运动 所以我们都会和病人说 如果一些很高强度 或者要屈曲得很快 要扭动膝盖的运动 譬如说滑水 滑雪 跳散 这类运动 我们都和病人说 我们是不建议病人做这类运动的 当然也有一些文献或者病人 做完的确是跑马拉松的 但是我们也有文献说过 在这类人身上 它们的关节磨蝎的速率 会相对比较快 另外就是述效 文献告诉我们 这一世人任何门关节 大概有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有机会 那个架会有感染的情况出现 那即是说 其实因为人工关节 它是完全没有免疫力的 那当身体不错 由細菌进入了身体 经过血液它就会先去一些没什么免疫力的地方 而人工关节是其中一个容易些会有感染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和病人说 它的皮肤要处理得比较好 另外就是脚趾 譬如说如果它容易些 譬如说我们一般人说的真菌感染 即是俗语讲的香港脚 或者它有烂牙的情况 又或者他有些做手术容易些有感染的情况 它要特别小心 甚至乎可能要吃一些抗生素 来保护关节 另外就是会不会容易些会有骨折的情况 因为相对地人工关节是比较硬的 所以如果譬如说那个人骨质疏松的情况比较严重 有时候如果是一些很硬的人工关节 以及去到它一些很软的骨 与说骨质疏松的病人 它扭动的时候是容易些会在那些位置 接驳位是会有骨折的情况出现 所以如果病人是有骨质疏松 我们都建议病人是要好好处理 以食药 运动 或者日常生活的饮食 去令它的骨质不要太差 接着这个工作必要太差 我们下期间就搞这个状况了 我们下期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多点一会儿 我心里有这个大本能不能再提到 对桑里人工厨 质疏松量 你来看看